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上个月在尔堡逗留了大约五六日尋放美食 真是吃到我很兴奋 要试25间美食,时间上到几笔 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值得 事关尔堡的美食真是很棒 我有一个粉丝真是很贴心 早就准备多一份名单给我 或者我应该做多一个续集才行 说起来,除了介绍汽车那位YSKONG 我都算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年纪的Youtuber 再多两年,我就70岁 不认老都不行 现在不单止年轻人,连老人家都称呼我Uncle 年纪大了,工作都慢半拍 有一个网友规评,说我说话很慢 没耐心听,要这么快玩Fast Forward来看 真是不好意思,如果我说快点 我条理会打击 有很多时候,我都会打错词和翻译错 因为我对数字的概念是比较差 有时候,我都会把信息拌乱了,特别是日期 没办法啦,到了这个年纪,除了做Youtube 都是很难找到份工作 我亦都不好意思和子女拿来用钱 都是怪我以前洗脚不抹脚 现在还有一段时间来捱 对不住,要你们听我说苦 现在就入正题了 这一集,我要介绍一档很出色的大炒 我一向都很欣赏大炒 因为它们和高楼馆都是一样 要提供很多不同的菜式 但是价钱就经济很多了 一般它们提供是一些家常便饭、小菜和粉面 味道比妈妈煮的那些 尤其是它们的蒸鱼 家里是比较难做得到的 因为价钱实位 很多家庭在假日都不煮饭 就去光顾大炒当啦 我觉得最好吃的大炒是来自香港 它们是叫大排当,是很有水平的 每一道菜炒出来是很有锅气 每次那些菜上桌还是滚热辣的 想吃快点都不行 可惜这些大排当 现在都相当难找得到 为什么香港会叫它大排当呢? 就和你们讲一下历史 经过世界第二大战 英国政府为着要帮助那些贫义失业的香港居民 就鼓励它们在街边做饮食 想不到这些小炒当口就做到非常成功 随街随行都有一档 原因就是它们提供的美食实在是便宜靓正 而且又成为一个方便社交会的地点 因为可以啪啪一下,兼吹一下水 可惜这些档口是多到难以控制 英国政府就决定限制这些档口 政府就提供一个集照牌给那些档口 每个档口都要贴着这个牌才能做生意 因为它们的牌比流动小贩的牌大一点 所以香港人就信口叫它大排当 不是夸张 这个名堂在英文Oxford词典都有存在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 因为噪音和卫生的关系 政府就停止发这个牌比大排档 很多档口就搬去店铺或是搬去冬菇亭 今天全香港只剩下十多二十档大排档 今天我就来到这家BGA的大排档 应该说是大炒 约了一班45年的旧同事来怀旧 来到这家捉完饭店 顺便采访他们的美食 这家大炒只是做夜市的 日头是三城白咖啡茶餐室 这家大炒都经营了十多年 这位Sky Liu是这里的店主兼主厨师 他是来自一个很成功的美食家族 他的弟弟就在Lok Yurut开了另外一间餐厅 他的妈妈阿娇姐在宋埃布洛 打理自己的大炒档 这位阿娇姐就很厉害了 十二岁就在这个街市 跟他的舅父炒粉 很多年之后就跟他的老公 在这个食堂开了大炒 他们这么多年都没有贴上猪牌 人人都称他为阿娇姐大炒 这里的顾客一般都是来吃他们的士堪炒粉 著名炒生猪肉炒花肉炒娜娜 和他老公阿洪叔的炒鱼头 他的儿子Sky Liu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他的秘方也是跟妈妈到十足 加上他三十年的经验 他也算是一个很讲究的厨师 今天我们不是来吃大鱼大肉 只是吃一些传统家乡的大炒味道 所以就选了这家竹园饭店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下 如果未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吧 多谢你 现在我们来到竹园饭店 品尝他们一道道好吃的菜鱼 第一道菜就是家乡招牌蒸非洲鱼 很可惜成功的蒸鱼 一般妈妈都是做不到的 原因就是在家里 没有这种专业的蒸炉 主要的就是鱼要够新鲜 基本上在街市都是很难买得到 因为都被高楼馆订了 但是那些蒸料都要配得很好 还要蒸的时间是要刚好 虽然非洲鱼都算是好鱼 但是竹园都将它蒸到 变成正般一样 鱼肉鲜甜又爽滑 好东西 第二道菜就是咖喱鱼头 我不是和你们说过 一般我想吃咖喱鱼头 都是想到去妈妈店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咖喱 是有浓一点的香味 但是很多华人都学了这个味道 特别就是竹园饭店 看到这里这么多印度顾客吃它 你就知道原因 这位厨师是从竹园开始做到现在 很有经验 今天我们就来吃它的咖喱鱼头 吃得很兴奋 咖喱很够辣 整班头又很新鲜 味道直接像印度咖喱一样 没得顶 第三道菜就是菠萝骨 好东西 现在我们店主就亲自下厨了 这道菜对我来说是有点陌生 因为我一般都是吃泰式的 扣八十菠萝 即是是菠萝炒饭 我就是喜欢吃菠萝的味道 甜甜酸酸 特别惹味 我看见sky煮这道菜 我还没吃过 都知道锅器是十足的 它两下手脚就炸到肉刚刚够脆 还有酸甜酱 配得很入味 这道菜简单得来 但是很香口 一流 包你吃过一层味 第四道菜就是臭肉小白菜 这道菜是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回忆 九十年代我出去泡的时 一般到凌晨 我就去小炒店吃福建面和扣肉米粉 因为以前中国猪肉种类的罐头 是很便宜的 所以小炒就喜欢用扣肉炒粉 现在罐头就起到很厉害了 就没那么流行 反而现在他们就用它来煮菜 这道菜是很适合我吃 因为我喜欢小白菜 和肥肥的扣肉 鬼死那么好吃 下口鲜 就算不健康 也是这么说的 an covid 第五道菜就是咸蛋游鱼 在这十年咸蛋口味已经变成了星马特色 多得新加坡Urbans的创意 提供了包装的咸蛋鱼皮 现在很多美食都调色了这个口味 而且还很流行 我一般都是喜欢吃Calamari来送啤酒 但是就没有咸蛋味 今天我看见sky炸sodong 都学到一些东西 原来要给些sodong脆口 就要炸两次了 他们还配到咸蛋很均匀 不会太咸 吃到我不停得口 真是个人 大陆道菜是福建面 虽然我也有采访百达琳百磅最棒的福建面 不过我也是觉得高楼馆的福建面是好吃些 原因就是他们放的材料是更丰富些 看你捨不捨得吃 一般的价钱是贵一倍的 今天我就要看看捉完的福建面 够不够斑 你不要忘了 sky的妈妈是炒粉器家的 她儿子的炒粉也有限 记得吃福建面是要吃米粉面 因为米粉是比较稍微的 sky的福建面是很好 这种东西 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很够锅 后来店主就做一碟芒果给我们 虽然一点都不甜 幸好是免费的 我们今天有16个人 开了两张桌 换句话来说 每一道菜都要做两份 卖单的事 有包括茶水 包括三碟造食 因为我们其中一个同事是吃齋的 围起上来 我们一个人只是给三十费 真是抵到难 而且我们吃到很满意 不要收拾 快点打电话给sky 拜拜 来订阅吧